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洗澡吃饭去吧 口罩翻车 我们俩现在去灵灵的新店 灵灵的那个算是什么 酒铺 它的酒铺子 终于真田大叔又开了新店了 属于他们的新店 我们今天过去看一看 看店 他已经去过了 自己去了没带我 因为我被关在家 你看 高楼 大厦 帅气 这不是跨西以前小的时候 一直在这边开小车车的地方吗 我们上次还在这边买个团子 你记得吗 记得 酒铺真田屋 这还是一个新型式呢 你好 哈喽 我等会记得他动了您的了 对啊 好多酒啊 这还有 大叔哈 大叔又瘦了一点点 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刚健身完 我看到我都是想喝 我想喝水果酒 这个看上去很好喝 米干 那我喝这个吧 这个我没喝过 然后我再拿一个 小尊 递给我 尝尝 多少钱 A是 带走零声奖 B是会员零 C是非会员店内 B是会员店内 会员是98块钱终身 我要办个会员 那我如果是会员店内 就是第二十二块钱 耶 我再拿个苏打水 点好了 紫燕百味鸡 夫妻废片 他们这边就是可以 自己点外卖过来 下酒的是吗 我想吃一下我的啤酒 你给我一个杯 后面 我现在理解 为什么大叔在那个板上 贴了一个后 家里没啥吃 虽然没喝过小尊 有啤酒 蛤 金酿啊 不是 它是黄型吗 它麦素味很重 但是喝起来 并没有那么厚重 麦素味重在里面的 新块的种类 它的颜色骗人 它是带一点点甜的 很清爽的那种 对吧 它没有那个金酿的 那种香香的味道 其实好喝 意外的惊喜 我觉得这个比那个 冲神的好喝 你要吃什么 我要吃炒 炒米粉加炒面 家里鸡肉 我们再点叶排棒 这里的正式使用方法就是这个 对的 我知道它这边这个形式 我自带了两包花生 这个是上次 我带去大叔他们店里面吃饭 你们觉得好吃的那个包米花 谢谢 有泡菜味 既有 那泡菜味是这个 重中之重 这两个东西 我大概已经说了要带给它 从夏天 它做手工 就灵灵跟我说 扣在学校里面要用这个 我就开始给它存 夏天第一次我忘带 第二次拿到门口忘拿 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 对我已经穿了好几个 我刚才就看到了这个 我想试试这个 这个好吃吗 这个大叔吃过 他觉得蛮好吃的 那我来试一下吧 12块钱 大学小卖不济世感 海带思雨感 那可得有 有本子了 哎呀真好真好 我买了瓶这个 这个真的看上去太可口了 它下面是有果肉成垫的 就跟之前他们店里面的那个 杂贺的那个柚子是一样的 果汁 对呀 它颜色感觉就是果汁 真的吗 有一种海苔的味道 真的吗 对 怎么你一眼感觉想要骗我的样子 没有 我原本以为它可能会腥 嗯 不腥 它有一种炙烧海苔的味道 12块钱 它那个粉粉的那个感觉 就有点像鱼肝 安康鱼肝 哦这个很好吃 紫燕百味鸡的这一个藤椒鸡 它非常好吃 是杂娜之前在我家点的外卖 后来我也点了 超好吃 很好吃 它那个汤我都能直接喝下去 嗯 他们这个海苔好好吃 我喜欢这个海苔 那 看起来 嗯 我们应该吃了 嗯 看 它这个 藤椒鸡怎么会那么入味 哦 看起来 看起来 我每次都吃它就有亲爱的 咱们就在那里 就不喝酒 表演了 嗯 深夜放毒 不错 吃饭 喝喝酒 好多天 好多天 没有出门了 哇 好漂亮哦 哇 这个看起来 两万块 两万块 对 来出去又走 哦 你看 你看 今天我们自己搭配的最佳组合 这是一个清酒的气泡酒 它只有五度 这就是一个梅子饮料 调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好不好喝 太轻 这个真的好惨 定制视频啊 请了 还在 在 可爱 要不会再拍 他还想 他真的要哭 好多厉害 没有 那 这 你 我 我 我 朋友们,这看起来就是一篇很普通的挺欢乐的探电视频 但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心情还挺不同的 如果说是一直看我小红书或者Vlog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和灵灵还有大叔已经认识了挺长时间了 我翻了一下朋友圈我才发现我们第一天认识是在2016年的3月25日那一天 是乐乐带我去他们当时开在静贤路的第一家真甜食堂吃饭 我真的是被美食折服了 后来我就成为了他们的常客 我和灵灵和大叔也成为了挺好的朋友 那个时候还没有Cose Cose还在灵灵的肚子里面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好像是怀孕六个月吧 我当时说实话都没看出来 因为他一直站着在忙活在照顾生意 其实我认识他们到现在应该算是六年半了 这一路走过来 我作为朋友看着他们当时非常努力 非常辛苦的把真甜食堂从一家店开到了生意都不错的三家店 到后来又看着他们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三家店都一家一家的无奈的关掉了 就没有了真甜食堂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打击肯定是很大的 不管是从经济上面的损失上来说 还是从情感上来说 因为我知道真甜食堂对于大叔和灵灵真的是很重要的 但是比较意外的是 我并没有看到他们低落很长时间 他们好像就没怎么停下来过 后来他们就在几家需要人去照顾和经营的店里面帮忙 那些店我也成为了常客 我也推荐给你们过 因为在那里我还是可以吃到真甜大叔 真甜食堂的味道 那些店也被他们经营的有声有色的 记得那一年上海很流行夜市的时候 他们还把真甜食堂的摊位带到了一个夜市 我当时作为朋友嘛也去帮了两天忙 因为用vlog记录下来了 我还是真的看到了他们两个人 在这一次夜市上面 基本上没有请什么人帮忙 从那种什么锅具啊 器材上面的准备到食材到料理本身 都是大叔和灵灵两个人自己弄的 就很努力 就这一份努力吧 确实让我觉得我 我可能自己都做不到 说实话就不管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机会他们都会去尝试 都会去做 我挺佩服他们这样子的精神的 作为朋友这些年来 我真的没什么能帮到他们的 除了视频里面跟你们说一说 他们的菜真的挺好吃 也只有这样了 那现在终于看到他们 虽然只是一个小酒扑 是真正的挂着 再一次挂着真甜食堂的牌子 我真的很为他们感到开心 而且他们能想到这样一个新颖的方式 可以点外卖 可以点排档 吃饱喝足之余 那个账单又不会让人瞠目结舍 这样子的小酒馆在上海现在 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同样作为朋友的我能做的事情 依然就还是把他们推荐给 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你们 如果有朋友是在上海的 什么时候在他们店附近 和朋友一起相聚 喝一杯的时候 不妨就可以选择一下 我们的酒库真甜屋 在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酒 威士忌 白葡萄酒 红葡萄酒 烧酒 清酒 啤酒 水果酒 各式各样的 你一定能找到一款适合你的 好久没有在视频里面 跟你们啰嗦一下了 其实我和玲玲平时 见面也不算是特别的勤快 我跟她都不是一个 没事会给对方发微信的人 但是她有什么事情 还是会想到我 她有好吃的都会往我家里寄 那我同样作为朋友 就是力所能及的地方 我也一定会帮 我觉得成年人的友谊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同样也要非常感谢你们 之前有很多朋友 通过我的视频 找到了他们的店 有很多朋友在那次的夜市 特地到现场来给我们加油打气 你们给了他们力量 他们也给了我力量 我也同样会回报我自己的力量 就是这样 这就是本篇的视频 不好意思 有点用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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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